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财经年演 那么今天来做一期节目 主要是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突然的事情 就是以色列对伊朗还手了 前几天我们知道伊朗是通过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 对以色列发起了攻击 尽管没有造成以色列实质性的人员伤亡 但是以色列的面子可以说还是过不去 以色列前两天就放狠话 说要对伊朗进行报复 而今天这个报复实打实就来了 尽管美国英国等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国家 警告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 不要还手 但是以色列还是没有听话 直接把导弹就打到了伊朗的境内 同时还攻击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等相关的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也有伊朗的军事设施 基本上能大概的了解情况 那么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 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传出了爆炸声 周五凌晨伊朗中部的伊斯法韩 叙利亚南部的斯维达圣和伊拉克 巴格达地区巴比伦省都听到了爆炸声 而最新多国的权威媒体都核实 以色列通过巡航导弹对这三个国家进行了打击 主要是打击伊朗军事目标 美国的官员称以色列导弹击中了伊朗的设施 而伊朗的媒体也报道说 伊朗伊斯法韩空军基地附近是传出了爆炸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阿宁球航空和迪拜航空绕行伊朗西部 而CNN是这样报道的 说航班追踪网站Flightradar 24小时显示了 当地时间19日早晨 至少8架航班在伊朗上空改道 根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了 伊朗暂停在多个城市的航班 同时启动了航空系统 所以从这些全球媒体的报道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以色列通过巡航导弹 对周边的三个国家进行了打击 主要打击目标是伊朗 所以这样以色列一还手 意味着第六次的中东战斗 可能真的已经是爆发了 目前以色列袭击的势头非常之猛 而且轰炸的目标也是非常之多 那么伊朗的核设施 可能这一次也会在以色列的打击之内 如果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伊朗再继续还手的话 那么第六次中东战争可以说确定无疑 基本上就已经是爆发了 我们知道目前伊朗背后是中俄的支持 据说了土耳其也站队伊朗 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 虽然现在还是持中立的态度 但随着战争的发展 战队伊朗的应该会越来越多 美国和英国肯定是支持以色列 从视频上基本上可以看到了 伊朗拦截导弹根本就没起到任何作用 以色列的导弹伊朗可能也拦不住 尽管伊朗是启动的防空系统 以色列既然动手了 就肯定要一鼓作气把伊朗干死 否则的话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不能让伊朗有反击的能力 特别是伊朗的核设施 肯定这次在以色列的重点攻击范围之内 那么相信导弹攻击之后 世界一流的以色列的空军肯定会出手 目前来看第六次中东战争 可以说确定板上钉钉是已经爆发了 以色列这次打击伊朗之后 伊朗肯定要反击 那么战火肯定会遍布中东的各地 而伊朗的革命卫队最新表态 说将打击以色列的核设施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中东的战争可能将会升级 甚至引发成核战争 这样想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 中东才那么大巴掌大的地方 如果伊朗和以色列这两个有核国家干起来 相互打核设施的话 那么大家想想 不管是引发的核灾难 还是说核爆引发的后果 都是非常可怕的 金融市场就有了真实的反应 我们看看首先油价是暴涨 今天油价涨了几块钱 大涨2%左右 同时金融市场像黄金 也是暴力的占上了2400美元的高点 一路上涨基本上没回调 特别是中东战争的预期之下呀 对黄金可以说就是一个催化剂 所以很多朋友啊 等着黄金回调的呢 现在又要落空 这次黄金继续往上走 战争对黄金的推动 可以说是不可低估的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除了黄金的表现呢 比特币也是大幅度跳水 因为比特币属于风险资产嘛 它不是避险资产 这次中东战争爆发了 那么油价了 它暴涨之后 肯定CPI物价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会上行 所以降息的预期啊 可能会落空 反而加息的预期啊 越来越强 那么这两天呢 美联储的相关官员 也是不停的放音啊 包括鲍威尔在内 意味着今年呢 美国很难降息 甚至很可能呢 未来还要加息 那么这个预期一上来啊 比特币啊 就暴力跳水 今天大跌百分之五六左右 那么除了比特币呢 另一个风险资产的集结之地啊 就是美股啊 大家看看 美股这几天是连续的下挫啊 基本上没有反弹的 而在今天呢 因为战争的预期 所以美国的三大股指期货啊 在盘前是暴力的下跌 纳指的期货啊 是大跌了百分之二以上 而标普的期货呢 一度是下跌了百分之一点五 一点六左右 所以大家看看啊 战争对风性资产的大级啊 也是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因为这场战争 不是发生在其他地方 而是发生在原油的重镇啊 可以说最重要的地方 中东一旦油价涨起来 大家想想美国的通胀 它是否会失控 就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样 因为中东战争爆发了 然后美国支持以色列 所以中东的油价暴涨上十倍 那么美国的物价 美国的服务业 各行各业 基本上都是通货膨胀暴涨 然后经济陷入了衰退 这就是经济的滞涨 滞涨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 后来美联储的铁丸主席啊 保罗沃尔克一度加息到了 20%以上才把美国的通胀打下去 然后才有了40年美国经济的繁荣 通胀打不下去 你不要说经济繁荣了 你老百姓的日子可能是苦不看言 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 整个国家很可能都要崩盘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说通货膨胀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啊 所以为什么美联储存在的第一个任务 其实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呢 它不是解决就业 通胀控制不住啊 你这个国家的信用 你的货币的信用 基本上全部都崩盘了啊 那你的国家的正常运转都无法维持 所以你其他的还谈什么呢 所以通货膨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现在美国的通胀已经开始抬头 特别是今年前三个月的CPI的数据啊 意味着美国的通胀啊 又快速上行 如果这次原油被引爆了 上涨个几倍 大家看看美国的通胀很可能就失控 美联储了 不要说今年降息 今年加息都可能打压不下去啊 所以第六次中东战争爆发呀 国际金融市场崩盘了 其实中国的经济也在崩盘 这两天呢 也是发生了非常搞笑的一件事 我相信大家如果在国内肯定听说了 那么这是什么事了 就是商务部等14部门印发了一个文件 名字叫做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 那么这个通知呢 他要求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编团呢 推行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行动方案 按理说了以旧换新好像是好事 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听起来觉得啊 那么政府呢 用新东西来换你的旧东西 对不对 听起来非常美好 大家的理解好像也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啊 中间有一个谁支付成本的问题 大家想想以旧换新 中间肯定有一个差价 对不对 不是说简单的 你的旧东西去换新的 那你想的太美了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你这么好过吧 那么这中间谁支付这个差价了 现在这个差价就要老百姓的支付 而且这个差价可能还不小 为什么要推行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中国的产能过剩了 不管是采电冰箱洗衣机这些家电 还是说汽车手机等等 全部都过剩了 对不对 中国的生产 因为中国本来他的生产能力 可以供应全球百分之七八十的 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不进口中国的东西 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 对中国的进口都慢慢的在下跌 而且下跌的幅度它还不小 这样一来 中国的产能过剩就越发严重 在国内也有消化不了 因为以前累 那怎么办呢 只能想到就强行大家消费 已旧换新 很多没有坏的电器 那么现在要求你来更换新的 很多没有坏的车 要求你更换新的 你的手机还没有坏 然后政府要求你更换新的 大家看看现在中国国内各个城市 都在纷纷的进行统计 安排专人 就是监控员 对每个家庭进行统计 比如说你家里面冰箱是买了几年 现在要不要换新 你家里的洗衣机用了几年 现在要不要换新 很多是办强制性质的 你如果不换新 那么政府会给你施加压力 这些监管员专门盯着你 到你家上门做你的思想工作 要求你来更换新的 所以大家想想 这根本就是违反市场意愿的行为 对不对 如果我家里的电机坏了 它实在是不能用了 那么当然我自己会买新的来替换 但是如果维修一下又能使用 还能用几年的话 我为什么要支付那么高的成本 去买新的了 而且你政府又不给补贴 凭什么要我自己掏钱去买 而且我自己还可以用了 对不对 关键是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政府就是派专人来盯着你家里的电器 来强行邀你去换新 这是不是搞得非常邪门 这就不是市场经济的行为 这就是计划经济行为 而且是通过行政的手段 强制从老百姓口袋里面掏钱 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行为 那么这样的目的 是为了救这些商家 为了救厂家 但是把老百姓的家底都掏光了 老百姓其实本来现在生活的非常艰难 收入在下降 失业率在上升 而且未来还有养老看病孩子读书都要钱 所以大家存一点钱 其实不容易 都是棺材本 你现在盯着老百姓这点棺材本 你非要把它掏空到为止 那么关键中国现在是没有任何福利的国家 而且是富福利的国家 你把老百姓的存款都掏光了之后 以后老百姓养老看病孩子上学怎么办 都流落街头 你政府管不管 所以这样想来 中国政府真的是非常邪恶 他要炸干老百姓口袋里面了 每一个铜板 他才能罢休啊 你自己当总加速师和全世界对着干 把经济搞垮了 现在了工厂都要倒闭 大家都要失业 大家消费不起 你自己啊 所以你现在想到了 现在才害怕了 强行让大家来买东西消费 但是这个钱呢 都是大家的棺材本 你把棺材本炸干了之后 以后这些老百姓怎么办呢 都走上绝路了 所以现在想起还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如果在国内啊 如果有政府派专门的人员上门 要求你以旧换新 我觉得大家能挺住的 尽量挺住 能反抗的尽量反抗 买败东西应该是我自己做主 对不对 而不是你政府强行的 那结果肯定是天怒人怨了 对中共政府的不满了 肯定会快速的上升 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动荡 那么目前呢 这个运动还在快速的推进 我还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来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